不是我说要我 我也急得直跺脚啊 根据奇鲁晚报果然视频的消息 哈尔滨元旦三天累计 接待游客304.79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59.14亿元 这去的哪里是小土豆子 这简直就是小金豆子 哈尔滨也是使出浑身解数 中央大街铺地毯 洞梨美美切小片 豆腐脑加白砂糖 还连夜借来了凤凰扮手秀 搞得是如混如荼 而一边吉林文旅的宣传 仿佛还是岁月静好 看得全吉林是干着急 纷纷直呼 你借着哈尔滨的事 你不就起来了吗 自己激情安利了起来 说自然景观 东北神山长白山 妥妥一白雪森林 天池还自带神秘氛围加持 说少数民族在美食不停的延吉 穿上朝鲜族的特色服饰 秒变雪地 朝鲜公主延吉王子 实在不行 这满足小伙还能够现场表演摔跤呢 再说说历史厚度 长影就指博物馆 记录了中国电影的创业史和发展史 要文化有文化 要历史有历史 吉林文旅 咱都得大胆的玩起来 辽宁有的博主坐不住了 表示现在直飞哈尔滨 有一丝昂贵 建议先中转到辽宁沈阳 帮你们拉屏 你在沈阳打的算盘 我在广东都听到了 咱们就说 东三省虽然都是冰雪世界 但确实各具特色 加上东北老铁的热情似火 速速加进我的旅行清单吧